社交媒体上传过一个视频 一名香港的巴士车长 大概是休班自拍 在车上一本正经地举起三只手指宣誓 大意是宣布自己不是中国公民 而是英国殖民地的公民 群组里面纷纷问者是哪里来的 傻佬 大家条约一番 有人说 应该去信巴士公司 把他炒油 不者想 者对于哪位傻佬来说 正中下怀 不管他是认真的 还是为了引人注意 在他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 最好是事情闹大 引起报章广泛议论 甚至引起 讲独语 建制 两阵对视 最好是特首出面谴责 引起北京关注 事情到底没有如此发展 假如真的如此发展 今天的香港人也许会觉得是很滑稽 香港这个社会 言论自由 什么人都会出现 一个人如此 表态 不会引起效油 也不会引起围攻 大家只会痴之以鼻 一笑致之 也就忘记了 一个 傻佬 的自拍 怎么就把他当成是 言论 但是这种情形 要是前几年 却是不难出现 小事化大 完全可以拿来作政治推论 认为此种 言论 不可忍受 于是要谴责 围攻 于是 本来甚至不算是 言论 的小事件 也变成了政治大问题 因为一个偶然出现的政治 其见 怪论 就大兴问罪之思 于是造成了一个舆论战场 双方于是集结力量 不留情面地互相攻堪 战火越消越旺 仿佛真的出了政治大事件 各方政治势力就为此弄得 团团转 不亦乐福 独立者总是 当然有他的国际背景 稍远的有东乌克兰 科索旭 近期就有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 伊拉克的富尔德 但是背景完全不一样的香港 数年前没有人提过 港独 只是一份大学学生 雜誌里面一篇文章 也许是人们 指当时该雜誌惯详的 有一篇怪论 却成了特首 施政报告 杀有介事的话题之一 那篇文章当堂升价十倍 也引起了北京的注意 那也难怪 既然 施政报告 特意点评 必定是事关重大 从此 港独 成为香港的政治话题 弄得全国注目 内地朋友见面会问 香港要搞独立啦 真是提笑皆非 港独的讨论 由此而起 之后的发展 各方面都不断 上纲上线 无限推论 这里面 已经很难弄清事情是非 因果 只能说 人们看得的是互相攻击 实际上不知不觉之中在互相拱抬 把话题弄得愈来愈热 但就 港独 而论 到底是什么内容 已经没有人去研究 与一些有关的大学生谈起 他们也觉得港独 是没有内涵的政治口号 也许极少数的 例如 早党的会研究过目标与策略 同情 港独的大学生 大多数不觉得需要研究 港独的内涵 而 港独的话题 似乎主要限于大学生 他们之中 有些相信 独立总是对的 这也可以说是本难前述的 对于全球化趋势的叛逆 也是黄于漸前天在本部提到的 是与世界到处的本土化潮流一致的 因此 港独也总是对的 有些执把 港独作为反建制的其次 建制的大后台是中国政府 或者更多是一个虚的中国 港独表面上没有一个明显的敌人 而是把 独立 看成是反建制的代名词 这也呼应了全球性的年轻人 不满现状的叛逆心态 更多的大学生 则不觉得香港独立是一个目标 也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他们有兴趣旁观这种争论 说是旁观 是因为他们不觉得与他们有切身关系 因为反正是不会发生的 从来不会担心政治层面的变化 会影响生活 因为香港素来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社会 他们不会参加激烈的港独活动 也不会支持这些活动 但是有讲座或者研讨 不妨听听 有宣传家泰罗尼亚的 不妨看看 但是他们又不至于对 港独产生强烈的反感 在这种情况下 港独的意识 在大学生里面 并没有深刻的传播 但也没有遇到显著的阻力 这是香港的现实 不必放大 也不必缩小 但是对于组织港独活动的少数激烈学生 客观来说 港独是一面非常好用的其次 第一 这是不会达到的目标 因此可以保障 运动的持续性 经久不息 第二 事实证明 这个话题可以引起媒体的注意 百事不爽 第三 一定引起反弹 谴责 违攻 求之不得 因为可以长期保持 被压迫者的身份 形成 被镇压的局面 第四 没有内涵 反而是优势 因为不必为细节而浪费精力 一张其次就够用了 并不一定是学生们 有这样的政治智慧 而是政治现实正在不断鼓励他们 不这的泛民朋友 几乎没有一个赞成 港独 然而他们又会觉得 目前反对的声音有点适合 港独是目前最提得出来的 反对派 口号 就像单车团体赛的领头车 可以挡风 也可以让反对的声音不致停下来 因此说 港独是个稻草人 输出来以后 会引起注意与同情 也会引起谴责与围攻 到底这个稻草人里面是什么东西 已经很少人去世救 但是围绕着这稻草人的政治活动 可以力久不息 大家围着打这个稻草人 最大的要害不在于 这个稻草人是否被打倒 因为稻草人是打不倒的 打倒了也才会发觉原来是一堆稻草 最大的要害 是把真正要做的 更重要的事情放过了 忽略了 稻草人不会干活 不是生产 也与人们争取的民主 相去甚远 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 即使我们的政界认为要 斗争 香港的主要战场在哪里 有人想过吗 学生 泛民 建制 若干年以后 回头看 也许会叹息 那年头 我们为着港独团团转 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们会发觉 都被稻草人耍了 习近平在香港的讲话 前半部讲了许多关于 港独的话 政界人物和媒体 都把注意力放在这部分 赞成者认为是忍无可忍的 最后通牒 反对者认为 这是中央态度转硬 不者的展示 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这些话是 风底 也就是说底线之下 没有余地 这也许就是 王志民说的 零空间 潜台词是 不必再花精力 不者认为 风底 是前言而矣 后半部提出的 犯政治化 球大同 全大义 苏州过后无挺答 其实才是他想说的 尤其是 球大同 全大义 恐怕只有在香港 这个特区才会如此说 背后的含义 其实颇为深刻 可惜媒体 权料 信报 社论 都是纯粹从政治角度去解读 都把重点放在 港独 这个稻草人 球大同 全大义 在热忠于 犯政治化 的政治圈子里面 似乎没有市场 于是 犯政治化 还在继续下去 一条标语 一个委任 都可以成为政治战场 我们的政治人物 还在不断寻找 敌人 还在热心地制造战场 不者不断地说 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社会 人的思想也是纷纷多彩 假如不把 二 的尺度放得很宽 就会永远陷在政治船窝里不能自拔 承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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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